今天4點多時,就去波鞋街逛一逛 因為有個網友在尋找Kobe For Poto 在那時,不如出去看看有沒有Gunshot 到去到有沒有,不用露點人 發現一些奇怪的事情是甚麼呢? 明明早两天回到香港的时候,每间店铺都有这一对,Donovan Mitchell这一对Signature Suits 就算是蓝红,就算是现在看到的黑色,粉红色,都是有货的 但今天一走到这个球鞋街,几家的Adidas都全部消失了 不知为何,不知是否有人大手,大手道货了所有货,还是怎样 因为我见到上网的网店,还要比Adidas Shop便宜一块,还可以买 我没有在contact,会否看有没有买,但我见到仍然有货币出来 如果在街铺货币,为什么不在那里货币,平均一块 虽然这一对有合计,但如果是在那里货币,不如去货币 我不知道现在那里的货币是不是都没有了 不过,这一点真的有点奇怪,在花园街已经没有了 不過我去到九龍灣都還看到Spider-Man的顏色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局部性地掃 是不是還有一些內地客來掃貨還是怎樣 我也不清楚 不過我猜不到原來它突然這麼搶手 還是它收起來再拿出來 因為我現在看到這個顏色 可能是沒有那麼早出的 可能美國也說了7月18日才出 不知道會不會收一收之後再出還是怎樣 這個真的不得然之入 但是如果大家想去找Dormit 可能你要去其他商店找 我其實去到尖沙咀早日也應該有的 我相信旺角沒有 很多時候尖沙咀都會沒有的 所以你去找就要去再遠一點點的商店 或者先去找一找清楚 但是Depend on大家對這雙鞋的興趣大不大 因為我在另一條影片也說過 我對這雙鞋的觀感是什麼 因為我覺得顏色來說 它是真的非常吸引的 但是純粹我覺得以性能 和整件的設定來說 我會覺得有少少古怪的 即是它有bounce 但是我覺得頭前面的部分 我感覺是真的很硬的 而它的鞋頭亦都很闊 做了一個後衛的鞋 在這兩樣東西來說 是會有少少 即是不能說 換震不夠OK的 但你說闊頭闊到這樣 是有點古怪的 因為Demm5的頭已經偏闊 已經變得偏穩定 而你真的要認真做轉向來 它一定沒有Carry 5那麼好 但是大家各人各人不同的打法 可以接受的 因為我相信 按下去的時候 Demm5的Cousin Antism 好像是比Donna Vermittral 軟一點 我也有可能相信 它真的踏下去的時候 應該會軟一點 要不然 Adidas 這個品牌的Defenitiation 真的做得超級差 因為買便宜兩件 又是那個設定 買貴兩件又是那個設定 就是賺錢買了之後 所以大家不要以為 每一對Boost 很多時候都有不同的感覺 例如你買Marki Foods 又有 Hardom Free 又有 對對 它仍然有一點差別 你都可以作為自己的參考 你試清楚鞋子 哪一對適合你的感覺 才去買 這一對是值得玩的 坦白說 但是現在消失了 大家可能要等一等 或者可能 如果之後那幾天 我再找到什麼地方 我看到一個 如果只是局部理虛性的問題 我再更新 大家 如果大家都喜歡說波鞋 都在下面留言 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按鈴鐺 收回收回資訊 拜拜